兩位其實都還蠻早就很喜歡搞笑 然後也很想要朝這個志業開始去走 可是真正走進漁蹦 是什麼樣的機緣呢 我是之前有一次在偶然的機會下 看到漁蹦的現場演出 那時候是他們的推廣演出 那時候一看到就覺得 哇 這搞笑可以做這麼專業 其實當下我有一個衝動 就是我想要直接去問他們 有沒有徵選團員 結果我要去問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人說 請問你們有徵選團員嗎 然後那時候團長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打算 就可能未來不排除 但是目前的人數是夠 好像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看見惡魔 這樣回答那個人 對對對 然後就好 那我也是這個問題 對 但過了一年之後 發現他們有在徵選 海選新的團員 就第一次 海選是怎麼海選 海選是真的是很多很多人 對 大概一百多組 很多組 當時一百多組 一百多組去報名 去現場 現場就一百多組 所以報名應該是更多 所以有些人可能臨陣多少 或者看人太多 然後直接走了這樣 他其實有前置作業了 對 這個消息很早就出來了 兩位記得那時候 徵選你們表演的橋段是什麼嗎 我們那個時候是表演 一個小短劇 因為我還有另外兩個搭檔 我們三個人現在是一個搭檔 總共三個 對對對 一起徵選進去的 然後我們表演了一個 一個想要去拍照的男生 到了一個照相館裡面 然後遇到一個奇怪的老闆 比方說那個人一進去 就說老闆我是來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我知道你是來實習的嘛 現在幫我到後面把高麗菜切一些 蘿蔔魚多一多 多好再找我 沒有啦 才不是這樣 對對對 他就是這樣吐槽 然後開始拍照的時候 我就說 你把你的右腳放到肩膀上 右腳放 才做不到 做不到 把 利用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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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很帥 好來來來來 把椅子吃下去 誰吃得到 誰吃得下去 對然後那個時候就表演 這種很奇怪的段 短劇 董軒你好厲害 很厲害 他可以接著你 一直兩個人 就忽然就開始演了 因為我們私底下 有時候也會這樣玩 就開始在那邊亂玩 有時候段子 也是這樣玩出來的 對 所以董軒 那個時候 甄選的時候 你演了什麼 那時候 我跟我的搭檔 以前大學 都是熱舞社的主持人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去分析說 熱舞社跟一般人 會不會有些不一樣 例如說 可能一般人拿個水 是這樣 然後熱舞社 要很講求律動 所以他可能來個 LUCK IN 在喝水 之類的 然後可能你說騎摩托車 在轉彎的時候 是這樣 可是熱舞社騎摩托車 可能就是還是要LUCK IN 一下在騎這樣 所以就去分析 去誇張話說 如果熱舞社 把他熱舞的那個形象 帶來日常生活中 會跟一般人 有什麼不一樣 好 其實都是一個 很正常的狀況 可是會發生 很奇怪的事 很特別的事情 對 其實這樣聽 真的很不過癮 我們來看一段 你們的演出 好不好 好 謝謝 麻煩死了啦 乾脆一點好不好 要變殭屍直接變殭屍啦 好 那我當殭屍 好 你當殭屍 等一下 不是那種殭屍啊 那種殭屍路跑 是西洋殭屍的啊 中國殭屍運動量比較大吧 也太大了吧 你要一路跳到終點耶 一般的殭屍就好了 一般的殭屍嗎 對 好 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殭屍耶 殭屍出現了 快跑 等一下 這個殭屍走太慢了吧 瑪莉亞 什麼瑪莉亞啊 殭屍不會喊什麼瑪莉亞吧 我不是殭屍啊 我是老人啊 你喊什麼老人啊 演殭屍 我不會演殭屍啊 那你剛才說你要當殭屍 好啦 我當殭屍啊 好 你當殭屍 來 好可怕喔 不知道什麼殭屍還會出現耶 這樣出現了 我們被咬 被咬了 等一下 兩個人都被殭屍了 是要怎麼繼續啊 電影裡面都這樣演的啊 不要演電影了 現在路跑了 認真一點好不好 直接來啊 直接變殭屍就好了 再一次 對 好可怕啊 不知道什麼殭屍還會出現呢 殭屍出現了 極心如綠令 但 等一下 就說不是中國殭屍 貼服沒有用啦 那沒有用嗎 對啊 諷耶穌基督的聖明 現在也沒有用啊 殭屍不會怕這個好不好 我們重案主 應該是要處理 更危險的案件吧 快接電話 為這次重案主 好 我知道了 開車 怎麼了 市長女兒被綁架了 我太嚴重了 為什麼妳可以這麼冷靜啊 可惡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啊 對啊 昨天明明還看到她了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的話 就可以阻止她發生了對吧 我一定不要加入重案主 不要放棄啊 要把她救出來啊 好 那該怎麼做 我們先看一下有什麼 可以派得上用場的東西 勇氣 勇氣當然需要啊 應該是更實際一點的吧 辭職信 不要再想放棄啊 這樣怎麼辦 這樣只剩下歹徒寄來的包裹耶 他有寄包裹嗎 早該拿出來了吧 這才是最重要的啊 裡面有一支手機 跟一張紙條耶 只有這兩個東西嗎 這個手機是 應該是歹徒要和我們聯絡的工具 iPhone 6耶 太好了吧 都還沒出耶 這個我先當政府保管 欸欸欸 不要想A種 我也想你剛剛那一位你的搭檔 就是當初把連結貼給你的那個同學嗎 對對對 就是他 就是他 對 我跟他就是感情很好 他算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 史檔 現在也是 現在就是搭檔 其實搭檔這一層關係 比那個友情再要更高一個層次 怎麼說呢 因為搭檔你們是要一起工作 然後要一起就是其實我們兩個是在拼自己的事業 會很緊密 我們工作時間很長 很長 對 多長 就是我們一天大概也要相處七八個小時 還好吧 十二個小時 跟夫妻差不多 因為畢竟演出的時候 我們那個聚在一起的時間會更長 所以腳本也是你們兩個一起想 對 我們會討論 對 如何決定誰扮演吐槽 誰扮演裝傻 是怎麼決定的 呃 其實有一點是從本身的個性 這個人的特質 就有些人一看就會覺得 欸 搞笑搞笑的 像董軒一看就是那種搞笑搞笑的 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要來逗人家笑 所以就是一樣就是要來裝傻 然後除了看之外就是再來就是試看看了 兩個人交換試看看 像我本身有當過吐槽的角色 可是我吐槽的時候就會感覺好像不是那麼的誠懇 有點在裝傻的感覺 對 那個感覺會在裡面 所以就是換來換去 試了很多次就決定誰當吐槽 誰當裝傻 嗯 所以兩位現在都是裝傻的角色 精緻動作片對於大家會有一些共同記憶 會有一些共同印象 所以我們創作的話就會以這個共同記憶來作為一個基準 例如說可能接到電話就是很緊張啊 然後觀眾可能就啊 可能發生事件 對 就沒想到就是發生一個很微不足道的事件 就會製造一些衝突感 讓觀眾覺得欸 好好笑這樣 對 電話打來是 對 就人啊 喂 怎麼會這樣呢 好 我知道 我們會馬上行動 咔嚓 看來發生嚴重事 是什麼 是有什麼搶劫案嗎 隔壁把便當送錯 我去跟其他部門說 那不重要啊 應該是更大的案件吧 對 更大的案件 就是直接就是把剛剛情況整個打掉 因為這種場景 其實大家看電影 或是看電視劇都很有印象 沒錯 對 可是其實我們作為觀眾也是很期待 你們到底要怎麼把這個梗完成很好笑 我們也會很期待你說出來的那個答案是 到底是什麼好笑的事 對 其實要多方嘗試 因為其實都不是一發就到位 而是我們其實嘗試的例如說 可能我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選了四五個 然後 對 然後可能再一個一個去刪減 然後到最後再給總監跟團長看過 他們覺得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然後到最後選用這個 所以我們每一個梗 真的是很認真地去自自斟酌 甚至要刪一字或爭一字 那個狀況都會不一樣 對 而且有的時候會寫到 你已經不知道什麼好笑了 真的啊 麻痺了 這個到底好不好笑 其實我看不太出來 你會講給別人聽 會 一定要讓別人去看 去聽 對 自己沒有辦法做決定 所以應該也會被退稿吧 我會被退稿 對 輸到退稿 我本身有一次就曾經一個稿子 就被退了五次 對 那個時候我大受打擊 五次 五次 因為我從來 因為我在進來魚蹦新夜之前 我是覺得我很了這個文化 對啊 我很懂搞笑 所有我的影片我看過了 對 我就自己我想寫什麼 我一定寫得出來 然後很有自信 然後進來之後就要成段嘛 就是要呈現他們的段子 對對對 我們寫好劇本之後 大家要聚在一起 然後演一次給大家看 給總監 給團長看啊 然後那個時候才發現 其實我的問題很多 像是邏輯上的不通順 或者是觀眾會聽不懂 因為這個也要考慮進去 台灣的觀眾 畢竟會跟日本的不太一樣 那我如果接受太多日本文化的話 觀眾可能就聽不懂 對 或者是我的想法 會太跳躍式 對 就可能這邊講一講 突然跳到這邊講一講講 然後觀眾可能就會 聽到一半就恍神了 所以這些問題都要考慮進去 然後我就被退再教 被退再教 這樣總共五次很大受打擊 其實我知道愚鳳從當年海選 這麼多人一起進來 當然也有人就是真的受不了 就離開了 對 因為其實是一個很辛苦 而且真的算是一個很認真的過程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搞笑就是 好像刷刷嘴皮子就可以了 好像都完全不用經過大腦思考 但我們每一個段子 甚至每一句話 甚至每一個笑點 我們都是用研究 真的是用研究 做學問的方式去自製斟 去探討這樣子 對 但是我有忘詞的經驗 那怎麼辦 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很想死 很想直接死在台上 是露了一拍 還是真的忘了 然後你的搭檔幫你救回來 露了一拍 但是因為在舞台上 什麼東西都會被放大 只要露了一秒 那個感覺對我來說 好像一分鐘一樣 很想死 一拍 半拍其實都發生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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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